Hello 大家好 我是V家阿燦 今天又來到馬安島 又帶大家來一個全新推出的 雅居六 灣仔號 現在這個樓盤是全新推出了 全新的三棟單位 V家開心看樓團 現在要安心買大灣區樓 一定要找V家 博士你真好 在中山華法官山水買了一個漂亮的單位 你知道我多羨慕嗎 當然啦 其實在中山這個地區 80多萬元可以買貝山面住一個湖的單位 其實真的很難 不單止現在 其實一向在香港也有些中港的冷氣巴士 直通巴士就可以來到三鄉的地方 到時一轉車就來到那裡 交通也很方便 不知這樣 還有 現在開關之後 過來買樓兩成首期搞定 兩成首期 那就是二十多萬元可以做業主 那那時還比那時還好 當然啦 如果大家想來中山看樓 記住參加我們的看樓團 沒錯啦 不單止 我還選了兩個中山的漂亮盤 到時大家特地來考察 做一個比較 到時再做一個決定 所以記住馬上報名啦 現在開心看樓團 買大灣區樓 當然是找我們V家啦 Hello大家好 我是V家阿燦 今天又來到我們馬安島啦 自從上一次和博士來到馬安島之後呢 很多觀眾朋友在這裡和我們留意 馬安島到底還有什麼美貨啊 今天又帶大家來到一個全新推出的 雅居樂灣仔1號 現在這個樓盤是全新推出了全新的三棟單位 而且這個位置和上一次我們看的 北部中部都不同 是在南部哦 OK 我們快快帶大家進去看看這個灣區1號 到底是怎樣的 1號 2號 2號 3號 2號 2號 3號 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十六部位置 邀请到我们发展商美玲 美玲 帮我们观众朋友说回我们现在 雅居乐湾仔号它的地理位置到底是怎样的呢 雅居乐湾仔1号是位于马安岛的南部片区 马安岛的南部是整个马安岛规划的中心位置 基本上马安岛上面全部的商业中心 地标和一些主题乐园都会在南部这边打造 真真正正是整个马安岛的生活中心 是的 整体交通情况是怎样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马安岛主要是地段 交通来说可以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深中空道 第二个是码头 第三个就是地铁 是的 首先第一个 深中空道由雅居乐这个项目出发去到深中空道口 就是2.5公里左右 2.5公里 是 开车大概5分钟连接 是 在深中空道过到深圳的保安区的话 大概就是15到20分钟左右 所以以后就在雅居乐这个项目去到深圳的话 都是30分钟之内 30分钟到达深圳 价钱差了三四五倍都有可能 是的 其实香港过来 其实目前是否最方便走回我们的码头的情况 是的 香港过来的话 现在就只能够坐船去到旧的码头向开发区 但是开发区的码头的话 到时候会直接搬来马安岛这边 这个我们都收到风了 这个码头现在都已经在动工了 是的 已经在建立了 雅居乐这个项目 沿着河走六道过去 走路过去大概1200米 就可以连接这个新的中山港码头 到时候在乘坐船的话 直接去到香港的话 大概是50分钟时间 OK 即是50分钟会直达到香港 而且说我们是沿着六道走回河边 一条路走过去1200米就可以到达了 是的 另外我们也知道 现在讲到很多的一个规划 就是目前马安岛的地铁线路 18号线 跟我们这边的项目是否远的 其实18号线 它进入了马安岛第三个站点 就直接是在雅居乐的一个楼盘的楼下 现在我们在买的小区 走路过去地铁站口 就360米左右 即是基本上每天走路 你大概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走到地铁站口 地铁上的项目 真真正正的 现在我们去到地铁站 就直接行路300米左右 然后通过坐地铁 就直接驳接我们的广州 包括下部就是我们的珠海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 和这条线路就完全交集在一起 这个地铁站口就在雅居乐地铁里面 这个站是什么名字 叫科学城站 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翠康新区南站 明白了明白了 可以看到整个马安岛的区画来说 我们现在南部这个片区的整体交通 其实都和北部和中部 其实不会差距很远的 而且大量的交通都集中在这个位置 另外刚才说到我们这个片区 其实它集中了大量的配套设施 好似说我们观众朋友来到这边 常要生活 周边有什么配套设施 可以给他们享受到的 首先第一个 刚刚说了 南部是马安岛的一个 以后这个岛的市中心 所以其实 雅居乐它拿的块地很大 有1100畝那么大 很多这些商业配套 直接是在这块地里面 那里面的配套 等一下我会详细去讲 先和你们讲回周边 例如说 在我们雅居乐行路的话 800米它可以连接 这个马安岛上最靓的中心湖公园 走前一点就是文化中心 和南谷的一个大湾区博物馆 另外的话 就是往后走大概1.5公里 可以连接湾区国际医疗城 医院的话 里面会有七间医院 其中两间是三甲医院 那后侧方这一边 就是直接整个中山最大的 翠康星区的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在这里 湿地公园在中部 下面的话 还会有这个香山的度假村 在这里 所以到时候 我们香港街坊 直接过去的话 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一个游门 那就是可以看到 整个南谷片区 它真是集中式的一些 吃货玩乐 整体的悠闲配套是非常之集中 而且行路来说 基本上不到10分钟之内 可以全部享受 那真是非常棒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湾区1号 到底它内部 这么大的体量 会有什么配套设施 好没有 看回这边 我们看到这一块 是整个楼盘的一个大图 是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就是现在的售楼部 以后它会整栋售部 拿来做文化会所 即是会所会坐在这个位置 那这些楼盘真的很大 是啊 整个楼盘的话 有1100畝 233万方 分了两块地去拿 首先第一块就是 在这里开始 这一大圈 都是第一块地 第一块地是 亚居乐和中国平安合作的 其中包含了 就是这个北塔 是马安岛上的地标 以后的话 里面会有商场 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 都会有 这个北塔的楼下 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18号线的地铁站口 哦 OK 现在我们卖的小区 就是这个 我们的二组团小区 由小区这边 行路过来 地铁站口 就是360米的一个距离 对 另外 第二块地的话 就是由这个透明体开始 这一大片 都是我们的二区 这一片 都是你们的 二区的话 就是和澳门的一个 新豪集团去合作 哦 新豪 新豪的话 应该很多香港街坊都比较熟 是的 就在商业娱乐方面 它很有经验 所以第二块地 它主要是打造文女为主 嗯 这里它会拥有 整个中山最大的主题乐园 有十万方的占地 哇 还做了一个摩天轮 嗯 这个游乐场隔离的话 就是五万方的体育会展中心 OK 基本上到时候 中山有什么比赛 或者演唱会 都会在此举办 即是一个大型的体育中心 体育本 是的 再往前 体育中心 往前这一大块 二十万方的话 整块都是商业地来的 这边会有大型的一个 购物中心引进在那里 是整个马鞍岛最大的一个商业 商业体来的 哇 真的听到这么多 我就听到一直都是最大 最好 而且是最标杆的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 这个项目 是含立了整个马鞍岛 最高的建筑物 最标志性的建筑物 另外最大的游乐场 以及最大的窗圈 嗯 虽然说整体 目前可能有些部分 还在建设中 需要时间 但是一旦建设成之后 绝对是整个马鞍岛 就标志性的楼盘 是 OK 好 那我们说回目前 现在所在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这个二组团 这个产品里面 主要是什么 二组团的话 总共六栋楼 现在一栋和二栋 就已经基本手兴了 现在我们准备推出 就是这个第三栋 这一栋 是 我也是收到风 三栋准备加推出来 快快带新货给观众 那三栋这一栋 目前主要是最瘦的 是什么面积 三栋的话 它的积职只有两只 小的话 就是81方 二加一房 81方 三房单位 是 另外一个就是前边 119方 三加一房 哦 119方的四房 OK 有大有西 淫均少选择 那我们到时候都是大姐兄装交付的 全部都是 交楼时间是什么时候 二五年的八月份 二五年八月份 OK 那好了 我们事不宜迟 直接上我们的示范单位 看看户型先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示范单位 现在先看第一个大面积 119方的四房单位先 来到这个雅各路 真是不得不提 它的装修标准 它整体的装修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入门口的鞋柜 全部都是戴装修 已经交付标准 鞋柜的带身 也是非常大 而且装修品质 看起来真的非常高档 入门口的大门 都是防导 防火门 带着一个智能锁 然后呢 先看这个控制面板 是全屋的灯具 一个智能开关 回到家一键开灯 出家一键开灯 真是十分方便 OK 那你进入那边看看 119方 整个客厅和餐厅 都连在一起 做到一个通道的一个后果 而且看这一项来说 都是看小区原来景观的 而且我们最主要看的阳光桌 真的很好 很棒 6米8的大长羊腿 再加上1米8的一个阔道 可以说这个羊腿真的太舒服了 在外面做一张茶几 坐下来喝杯茶 很棒 OK 看回锤房的位置 锤房这边我觉得都做得很大 118方的一个锤房 它整体做了一个AO型的一个设计 三件套加上全部的柜全部都做好 而且留了这边的商门冰箱大小的一个空间 可以说用途是非常实用的 入边房间和客厅是完全分开 做了一个动静分离 119方它做到4房单位 我们先看这个灯 打开之后我们再看洗手间 是做了干修分离 然后这边这个房间 看起来真的很长很大 但是其实它到时候交楼的时候 是两个房间 这个要提醒大家 到时候交楼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一幅墙 然后两个门口在这边 打开之后就是两间房间 现在自慢单位 它是将两个房间打通了 做了一个大的二桶房 加上一个游乐房的位置 所以说西装起床的话 都非常之不错 这边就是一个书房的空间 书房要提醒大家 到时候交楼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阳台 它就不像现在已经放小窗了 交楼的标准 会像这边图纸 显示出来 就是直接得护蓝 所以说如果要使用 做房间 都是要封窗 做绿地窗 好 那我们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进来 就是一个长的衣柜位置 这个衣柜位置 是一个粒位 发展商现在是做了一阶段的衣柜 但是到时候交楼的时候 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类似这样的设计 所以这个衣柜位置 是已经有了出来 不需要找地方做衣柜 然后整个主人房觉得 真的很舒服 放一张标准的 两米大床之余 还可以做到三边落床位 然后这边带了一个 全的飘窗 所以整体的房间 是非常之正的 目前好像这些 129方的单位来说 它整体的售价 是去到一万九左右 可以说是整个马安度 它的价位是非常之顺 如果观众朋友 对这个回应有兴趣 更快点 等我们下边的电话号码 看完这个大面色189方之后 我们看下一个81方的三房单位 它的性价比是更加高的 好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81方的三房单位 入门口 它这个位置 左手边就是我们的随房位置 随房它是做了一个L型的设计 这边留下了少少一个位置放东西 然后空间来说 我觉得真的很正 81方有一个这么大的冰箱位 真的很少见 而且说它装修来说 我觉得整体的设计 真的很高度 OK 先进入里面看看 81方它都是一种传统会形来的 整体的客厅餐厅相连 主要桌都是很阔 Might 8的一个阔度 怎会一个81方去做Might 8的一个阔度 真的很少有 看这个位置 是看外面的景观面 就看回城市景 然后看里面的房间 整体都是做到洞正分离 洗手间 是只有一个洗手间的81方 但是它洗手间的空间 我觉得做得非常不错 而且它细节做得比较不错 好像干湿分离这个位置 它都做了一个三折门 那出入会更加舒服 而且说马桶 都是做一个智能马桶 哇 这个交标真的很棒 OK 先看看旁边的房间 这边的一个客岸 整体的空间我觉得 都是非常事正 而且很大 目前它是将床位 和飘窗位置 利用 做了一个头头米 所以这边这个空间 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不想利用这个飘窗 做回正常Might 5的床 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OK 看看这边的一个小房 小房一样都是羊腿报件 到时候交流的时候 一样都是讲回 目前我们看回这张图 都是按一个羊腿的一个 所以需要自己放窗 这个房间的审位会小一点 要讲回 这个房间整体面积 可能大概只有五个房间 如果说你要做床 就只可以做一张Might 2的 头头米的床 所以这个房间我建议 都是做一个书房的设计 可能会好一点 OK 看回最后一个主人房 81方的主人房 我觉得又做得挺阔 因为它是预留了一个空间 来做衣柜位置 到时候这个衣柜位置 是可以有个凹位 所以不会浪费到其他空间 现在放置的 这张床椅都是两米大床 这个尺度来说 真的非常之大 可以看到 一样做到一个三边的床位 所以整个主人房的空间 是非常之十足的 看回出去 景观面都是不错的 OK 看完这个81方之后 我可以看到 整个污形格局来说 是非常之适正 而且实用率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说对这个污形有兴趣 真的都要快点拨打我们下边号码 而且说回最重点的 81方 现在的售价可以说是十分之优惠 目前整体售价是17000到18000左右 所以整体一个均价的售价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之高 在万安岛 之前价钱已经去到3万 现在只需要17000到18000 现在这个单位肯定会抢爆 目前三栋已经热销 而且卖得非常之快 如果观众朋友 对这家这个瓦居六 湾仔一号有兴趣 尽快点拨打我们下边号码 如果说对其他楼馆有兴趣 都欢迎和我们进入一个留言 OK 今集我们就到这里 下集见 拜拜